我們剛才講了前面這一些 但我們要觸到問題的核心 就是我在講的 前面的風花雪月 不管怎麼樣都人家的家務事好了 牽涉到派系 民進黨內的事情 那跟人民可能有一點關係 因為民進黨現在是執政黨嘛 可是這一個 這個就是不分黨派 這事情我覺得還蠻需要嚴肅的討論 你記不記得一開始其實 不是王定宇 王定宇他的財產申報 就被人家列出來就說 怎麼都一樣 這個事情過了兩天之後 監察院回應了 監察院回應的為什麼 因為王定宇先po了這一篇 第一版 聽到有人說財產申報一模一樣 坦白說我都如常申報 然後到這個什麼 蔡黃租長來電 誤處 然後原來一百零九年跟一百零八年 完全一模一樣 他講了這麼多之後 監察院終於回應了這個財產申報 一模一樣 結果是打臉沒有物質啊 這個 誤處的也不是我們啊 可應該是王定宇方面的人員啊 結果看到這個監察院 有這麼樣的直接就把它切乾淨 你看到王定宇我們這邊算了一百兩百三百四百五百 你知道嗎 臉書其實你如果你修正版本是看得到的 這是除非你把文刪掉了 但是王定宇又不刪文 所以他就一直 這個算是什麼 循序漸進的 真真簡簡一些文字啊 然後這邊就增加申報人員誤處 然後呢 後面把這個所謂的黃組長 把黃去掉了 所以你也不知道是哪位組長 就是什麼裁判申報處的一個組長啦 然後呢 現在正在處理更正當中 原本說已經處理更正囉 然後最後還有加一些hashtag 就是說 這邊沒有寫出來 反正就說 我又沒有說申報人員是監察院的 總而言之他修了這麼這麼多的版本 其實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說 就監察院 第一點過了兩天之後 監察院才出來說 這個財產申報的問題啊 或什麼 是不是因為王定宇 一開始好像感覺起來發文 他咬的是監察院 你監察院幫我單一下 因為過去大委員他很霸氣嘛 你就幫我單一下就好了 結果監察院說 哇 我我悶著不吭聲就算了 我不追究你 你現在把鍋丟到我身上 所以監察院就 反正你跟我也不是同一個派系的嘛 然後我就 我就直接把話都講死了 逼得王定宇要連夜這樣修修修修修 修到第五版 是會不會是這個樣子啊 監察院現在是誰在管 陳菊 陳菊什麼派系 新潮流 剛剛兵哥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自由時報沒有阻止 自由時報後面是什麼 新蘇聯 你就結了嘛 監察院現在反而在旁邊熱的 反正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嘛 現在說 現在自由時報 公正客觀的報導 然後監察院 聽到 有志哥這樣子肯定 我也是覺得 也是 也是覺得欣慰啦 也是覺得欣慰 我不敢說三聲有聲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蠻特別的 我們現在自由時報 公正客觀的報導 然後 然後我們現在的監察院秉公處理 是 不覺得國家 一切都回到常軌了 是啊 不覺得我們國家 一切都回到了正常的軌道上面 是 所有該報導的記者都報導了 對不對 該要公私分明 公私分明處理的 也公私分明 沒有任何的東廠了 一個王定宇耶 可以讓一個媒體 跟一個 一個五院走上正軌 真的是 公在黨國啊 所以 我覺得王定宇在這部分 真的貢獻良多 可是你自己看 他在處理這一整篇的時候 其實我剛剛講 他處理監察院 他想要引蛇出動 他想要看 有誰在針對這一篇在講 對不起 王委員 絕對不是我們中天 因為我們現在雖然在討論 是我們本來就應該要討論 也不是羅友志 因為這本來就是我的工作 王定宇現在在看 到時候他發出這樣的訊息以後 到底下午晚上 哪幾個媒體的哪一些人 正在講什麼話 那現在 這些在弄他的人 會不會開始做工房 一定也工房 一定 搞不好 現在廖小鈞 小鈞姐在找人 那個誰啊 要不要來我的節目 今天 我不要我感冒 我不舒服 今天過敏 今天我盡量就不要上去講 所以今天缺席的人 刻意不見的人 王定宇一定在盯 你相信 王定宇他現在在搞這些 把他的臉書文章 一改再改 就是他不想再犯錯 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 他我相信後面一定是 國家機器派系機器動起來 再高來高去啊 你不覺得 許甫 這好像是我出一招 然後可能監察院那邊 可能打個電話給辦公室 不是這樣子啊 然後再改一下 然後呢 再出一招 那我改完之後呢 監察院就說 你那邊不是這樣啊 不要把黃寫出來嘛 好好好 我把黃去掉 我把黃去掉好不好 有沒有 黃組長後來就變成組長 十二點五十二發文 下午兩點發文 下午兩點零一發文 三點又發文 四點五十又發文 對 昨天下午很忙碌 就是大包掛這個時間的時候 他們很忙碌的在修改文章 請問各位記者同業 你如果一則新聞被改了五次 就代表 該單位打了五通電話 沒錯 許甫你有沒有改過好幾次 就是說來自天上的聲音打來 是不是 然後你就 長官就會說那個 許甫去把那個改一下啦 剛剛接到電話 那個 不要寫申報人員 好不好 你就你就把它說物質啦 好不好 那好 我去改我去改 然後就 那個攝影大哥 我們去把這個音過掉 過完之後呢 上了去 結果呢 對方又打電話來 不要把我信 弄出來啦 好好好 我來改一下 我來改一下 我把黃去掉 那個不要啦 那我要加強這個 裡面有些王帝民想要加強的 結果就在工坊 現在整個國家機器跟派系機器 為了這件事情 請問一下監察院 請問一下整個民進黨 你們該用這麼大的力氣 為了一個八卦事情 整個國家機器跟派系機器 在裡頭瞎搞 你沒有政經事可以做了嗎 今天還有八國聯軍的疫苗 不打了耶 我們台灣現在醫護人員 到底有沒有七成的施打率了 有沒有意願這麼高了 然後八國 歐盟不打AZ了 我們兩天後 可能下個禮拜一 或下個禮拜 他講說17號 下下禮拜一 要打了 請問一下這個禮拜 下個禮拜 也就是下禮拜一到五 這五天 你怎麼安撫這些 護理人員的情緒 那萬一打了下去之後 他們如果有任何的狀況 要不要先超前部署 要不要有跟護理人員講 如果你們打了有狀況 國家會怎麼樣對待你們 你們的休假 我照樣讓你休 因為你過敏嘛 你發燒了 那我就這樣 這個不去討論 不去做 一個監察院 一個民進黨 為了一個王定宇的一篇貼文 在那邊高來高去刀光見影 你都沒有政經事可以做了嗎 然後再反過來 到底我們監察院在做什麼 等一下那個人會來 來了沒 羅志強 還沒 還沒來 等一下來 你去問羅志強 監察院有這麼困難嗎 為了他的306塊 你記不記得 對 等一下他可以現身說法一下 你問羅志強 監察院何時這麼的善意過了 還跟你溝通 還跟你提醒一下 你是誤觸喔 誤觸喔 會嗎 羅志強就往死裡頭打 羅志強的選舉 總共就那麼一個帳目 306塊 被用精算把它抓出來 從頭到抓到了 306塊 來你看要怎麼樣怎麼樣 羅志強說好啊 你要辦就辦嘛 306塊 然後搞了好幾天 兩個禮拜的新聞嘛 每天都打羅志強 你看申報不實啊 那個政治先進入自己的口袋 這個儀式啊 在洗什麼怎麼樣 選舉啊 這種人格啊 毀滅啊 不對啊 好啦 那我到底犯了多大的錯 你要 306塊 拜託 請問一下 王定宇的這個財產申報 有多少 那是幾百萬幾千萬在算的 你都不在意 306塊 你爽成這個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國家機器嘛 你就從這個 從王定宇跟監察院的過招 你就看了出來 我們到底這個國家機器 在做什麼事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 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 在這裏 在這裏